現在的公務員越來越不好當 尤其是民意代表要能上山下海又要有親和力 今天我們就來訪問彰化縣議員劉淑芳 了解一下他的佛心愛心跟積極熱情的問政能力 順便帶大家看一下田偉鄉的美麗風光 彰化縣田偉鄉一年四季都有百花盛開 有花的故鄉之美名 田偉鄉還有可口的美食跟溫暖的人情 在這裡土生土長的彰化縣議員劉淑芳 不僅用心的對待每一位鄉親 對於彰化縣的這塊土地充滿感情 熱情又有活力的劉淑芳議員 數十年來跑遍了彰化田偉 彼頭 西州 北斗四個鄉鎮 在地方上累積了相當好的口碑 所以服務處經常高朋滿座 大家都大力的讚賞 與支持他認真處事的態度 那他對於田偉的建設呢非常的用心 那也非常積極的在爭取這相關的預算 那我們在田偉這邊的一些相關的建設呢 他也都非常的用心的關心 劉淑芳議員一直非常熱心在關注我們田偉鄉的任何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非常感謝他的熱情 所以我們田偉的一個花卉 整個這個生產到行銷的過程他是最了解的 就是因為得到許多鄉親的肯定 劉淑芳蟬聯好幾任田偉鄉長 跟彰化縣議員 有了熱情的服務 跟親切的笑容 才能獲得在地鄉親的支持跟信任 讓他把田偉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好 最近雖然因為新冠肺炎 影響台灣的觀光旅遊產業 幸好田偉鄉花花草草大多在戶外 或通風良好的開放空間 相對風險較低 加上劉淑芳議員聯合田偉鄉公所 彰化縣政府的軟硬體建設 打造田偉持續成為花的故鄉 創造擬花惹草的餐飲消費旅遊商機 我要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讓我們田偉如何成為一個 花惠的國際都市 我一直在強調說要一相一特色 從我第一屆當議員 然後回來當田偉鄉長 那現在又回來當議員 我還是覺得說每一個地方的特色 要把它發展出來 在這裡也邀請大家可以來田偉來觀光 來到田偉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花惠苗目 很多都是寶 劉淑芳議員說 能夠生活在美好的田偉鄉 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幸福 劉淑芳議員每天都在思考 如何把這份美好跟幸福 分享給更多人 感受田偉美麗的風土人情 也想帶領情分好客的鄉親父老 推動田偉鄉 成為國際的花惠城市 記者蕭曹全 李家津 彰化報導 謝謝邀請大家 可以來田偉觀光 來到田偉可以 我先來田偉 不過我再介紹一下 我先先把他給你 平安的小學 總是先把他採用 影片 裏面對 可以給你 我們請周回